美国众议院表示法案最终以364票赞成62票反对的结果通过 这不只是延续参议院的支持同时也保障了美国华人的权益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所有投下反对票的众议员都是共和党人 面对新法顺利通过众议院的法案发起人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Grace Mann感到相当欣慰 因为他们今天可以公开宣布国会正在采取行动来解决与改善过去一年半美国亚裔的痛苦与斗争 因为亚裔美国人社区已经成为新冠病毒爆发的替罪羊 亚裔厌倦了生活在恐惧之中替出门在外的子女或年迈的父母担忧 而根据新法案司法部将会新任命一名官员来帮助与加快审查现有的仇恨犯罪 另外司法部长还必须在未来一旦出现大规模疫情时 同时要针对反仇恨犯罪建立起一系列的防范工作 包括在线报告、收集数据以及提高公众对此类犯罪的认识 并且主动向州和地方执法机构发布指南 东医生团队在洛杉矶的总和报道